嗨大家好我是兄座主编悠悠 接下来为大家播报 2021年3月8日的十二星座运势 本日重要星象 月摩羯六合海王星 理想和现实接轨的一天 终点一下星座有 摩羯座 金牛座 八羊座 处女座 双鱼座 今天是3月8日女神节 祝悠悠秀的所有女性观众 开心 平安 健康 我们一起做自信的女孩 五向世界低头 接下来了解一下十二星座的具体运势 请同时参考太阳星座和上升星座 八羊座 三颗星 八羊宝宝今天总是懒洋洋的 什么事情都不想做 什么事情也做不好 你的内心急需找到一个突破口 希望生活会取得新的改变 但是这种改变的前提 确实付出足够多的努力 金牛座 四颗星 金牛宝宝今天在职场上 可能会被眼前的某种现象所迷惑 或是同时的三言两语 让你无法辨认真相 在事情明朗之前 不要急着表态 更不要随便站队哦 双子座 四颗星 双子宝宝今天在感情方面 可能会和另一半出现一些摩擦 你们各知己见 谁也不想让步 建议静下心来 好好商议一下 少喝冰的饮料 自己的身体要好好爱惜哦 巨蟹座 三颗星 巨蟹宝宝今天在工作中 会忍不住的沉迷手机游戏 或者是偷偷用公司电脑浏览网页 小心被抓到哦 部分人可能会陷入 同时之间的金钱纠纷 经历之后就长个畸形吧 狮子座 五颗星 狮子宝宝今天在职场上的状态很好 可以趁机把之前积压的工作 一鼓作气完成 或是攻克某个难以解决的问题 下班后可以和同事或朋友 一起小酌一杯 放松一下 处女座 四颗星 处女宝宝今天会有些许的迷茫 似乎感觉自己一直以来坚持不懈的付出 却得不到想要的回报 不禁对是否继续努力产生了怀疑 有时候成功是需要拐一弯才看到的 天正座 五颗星 天正宝宝今天会着重考虑自己当下的感情关系 开始思考两个人是否合适 会拥有怎样的未来 并且计划着为此做出努力 你开始懂得了爱情背后所蕴含的意义 天蝎座 五颗星 天蝎宝宝今天会更多的思考工作的发展动向以及未来 而不是着眼于当下的迎头小力 可能会不需牺牲小的收获去换取大的成功 这对于你来说是值得的 瘦瘦座 四颗星 单身的瘦瘦宝宝今天桃花运不错 在出门之前好好打扮一下自己吧 用最好的样子去迎接未知的爱情 说话可能不经过大脑 有一些商人建议认真思索清楚再开口 摩羯座 五颗星 摩羯宝宝今天在面临一些选择的时候 尽量做好两手准备 不要把全部的筹码都压在一条船上 给自己留好后路 你的幽默和风趣 可能会吸引到优秀的意义性哦 水瓶座 四颗星 水瓶宝宝今天在职场上 会有一种时间不太够用的感觉 好像每件事情都进入倒计时 忙得不行 不过不要焦虑 静下心来 把未完成的工作还好续 双鱼座 四颗星 双鱼宝宝宝今天在工作中 会感觉十分憋闷 有种无法发挥长处的感觉 比如找不到赏识自己的贵人 比如做着不合适自己的工作 可以试着改变当下的处境 主动出击 点赞转发 人生开挂